好的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主题 2022年UC加大的博克利分校都有哪些申请的要求 下面请外模式来给大家具体的介绍这个学校的申请要求 好的之所以我选博克利这个学校呢 是因为相对来说公立大学 它对分数或者一些所谓的刚才说的硬实力的这些指标呢 它会比私立大学说的更明确 因为这个也是符合公立大学的特点 所谓的教育公平 那你要相对的要在分数各方面又更加明确的信息 传递给你本周的居民 那当然私立大学的话呢 它就会讲的相对模糊一些 所以我在思考最近可能要给大家开一个这样的小系列 就叫万博士带大家看大学 那么咱们一个一个分析看一看 这些学校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是不是 那么能够给大家更加直观的印象和感受 那么凡请导播的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屏幕 那么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学校 OK 首先这个就是咱们UC博克利加大的这么一个网站 非常明确 现在上面很多学校都是现在这种情况 就是在最上面它是有这个关于这个疫情的一些规定 什么之类的校园的一些手册 就放在最置顶的一个位置 然后下面的话呢 那就是它有几个选项 有学生 那当然点学生进去 有学生系统 然后这有faculty和staff 那就工作人员 还有父母的一些信息 还有校友的一些信息 是不是还有捐助的一些信息 还有这个地理位置 什么联系方式 还有新闻 什么这几大板块 那么我最关注的 我最关注的 那当然是about 那就是关于 关于介绍博克利的一些消息 最新的动态 然后admission 也是我非常非常关注的 那这个是直接 今天我重点跟大家分享的 也是这一部分 那还有这个academics 那这是学术课程方面的 还有些研究 还有些校园生活 是吧 所以这些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 那再往下边的话 就是一些具体的分类 一些有些新闻 是不是有一些这个 对 然后介绍吧 介绍基本上就是这些信息 好 那咱们进入这个主题 那就是这个关于这个admissions admissions的话 咱们点一下 它会有一个下拉菜单出来 下拉菜单出来之后的话 当然咱们讲的当然是undergraduate 就是本科生 咱们去本科生里边 那本科生里咱们看有什么 有 有录取admissions 还是admissions admissions是录取要求 然后academics是它的课程 还有就是学费 学费 那学费包括了住宿这些方面的 还有这个各种补助项目 申请补助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探索这些项目 然后visiting 之前咱们跟大家讲过访问 访效 怎么防校 在这儿去弄防校 是吧 那就是这些 然后这个还有就是用西班牙语的这个页面的信息 那OK 那咱们要继续找 继续找 你看我的mission 它不取 它本科又分了几个分类 是吧 分了大一新生 转学生 和国际学生 因为这是三种不同类型的招生渠道 有些家长经常会问我一个问题 比如说 万老师 我是绿卡 和美国公民 在招生的条件上有区别吗 或者说我是国际学生 同招生条件上有区别吗 那你从这个分类就可以看到了 那么 它其实就分了两类 就是国际学生和本土学生 那它没有一个学生 叫绿卡学生和公民 学生对吧 所以基本上绿卡和公民是放在一类的 这你从它的这个分类就知道了 但是国际学生是单独列取的 那当然转学生的话 这转学生就不太一样 转学生就是大三 大三入学 那如果是大三入学的话 那它其实也分了本土学生和国际学生 就这么回事 那咱们当然要看这个 大一的要求 大一的要求 咱们知己知彼 咱们看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呢 是不是 看上来他先说什么 他先说UC伯克利 寻找来自全世界的学生 来加入到我们这个amazing community 我们这无与伦比的这个社区 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 从全世界找人才 是吧 然后这个他就介绍什么叫Freshman 告诉你啊 我们这Freshman什么是Freshman Freshman就是现在正在高中里读书 或者说是有些学生虽然已经在高中毕业了 但是呢 没有上过大学课程的人 这叫Freshman education 所以这个就是对你的一个资格的一个定义啊 有些家长问我 万老师 那我们家孩子由于就最近就有这么一个家长啊 万老师我们家高高考复读了一年 高考正在高考复读 但是啊 说实在的 觉得呢 还是这个这个这个不行 还是觉得今年六月份这高考不靠谱 这已经第二年考了 所以我想让他出国 但是我们呢 又不是应届生 那我我申请大学 美国的大学可以吗 有这个资质吗 有区别吗 从这句话你就看出来了 没有区别是吧 这两个算一类人 那么 当然在美国就不存在高考复读了啊 美国的你高中毕业 你没有喜欢上个大学 你去社区大学 如果你去了社区大学 你上了 你看他这特别强调 No college coursework 是不是 你如果有了 那你就不能选这大一了 你只能选那大三的transfer了 那就是不一样了 好 那咱们下一边看他的这个 他分的要求分了两种啊 一种叫minimum requirements 一个叫selection minimum requirement 什么意思啊 就是最低要求 简单来说就是 如果你想申请我们学校 你最低得有这个情况 你才有资格申请 你如果没有这个 那我可能不审核你资料 或者你就没有资格递交这份申请 你想交那申请费 提交不了了 你看什么资格 他说 有这些基本要求 第一 满足A to J curse of requirement 你看这个就牵扯到规划的东西了 所以我为什么说要知己知彼 知彼的话 你要知道人家有什么要求 你能不能满足啊 尤其是这个问题对于新民移民学生是非常困惑的 新移民学生什么叫A to J课程要求 当然A to J这种说法是这个 A to J的这种说法是这个 大UC加大的一种说法 但是呢 简单来说吧 你又不用管什么叫A to J 但是他这其实标了 A是历史 他也不是历史 是H 他为什么用A啊 是吧 ABCDFG 他是列了这么ABCDEFG 列了七项课程要求 所以他叫A to J 那么咱们可以看看啊 第一项就是历史 历史 历史你得满足两年的requirement 你至少得修两年的历史 就对新移民看这一部分非常重要 因为他们很多中间高中才来美国的 就会出现这些课程不满足的情况下 那你怎么办 高中要不你就在外边要读 要弄 要协调 否则有一些学校可能就面临这样的情况 就是赵生官来了一句说 你们家孩子 尤其是面对英语啊 英语你看没有 四年 Four years required 那很多这个国际学生被这个 不是国际学生 很多这个绿卡学生 新移民学生被这个打倒了 不得不去上社区大学 就是他没有满足四年的英文 为什么 因为他去了本地的公立高中 公立高中觉得他英语不行 让他上了ELD课程 上了ELD课程 ELD有些学生一年出不来 这个ELD课程是针对移民学生上的英文课 和美国人上的英文课不是一个 但是无论你上几年 你只能算一年 那就麻烦了 有些孩子英文弱 他要上三年 那直接就没有申请大学资格了 这个就是很尴尬的 所以有些家长 我之前有一次说过 家长非常气愤 来了美国花了很多钱 移民美国想上好大学 结果学校顾问告诉他 不好意思 你们家没资格考大学 上社区吧 这家长五雷烘顶 其实根本原因就是 咱们做好计划 那当然了 下面他有一些要求 数学 三年的要求 鼓励四年 还有科学的要求 还有第二外语的要求 还有什么视觉艺术表演这方面的要求 所以他是有一个非常非常详细的一个 详细的一个介绍 所以这个的时间关系 那我就不这个一一讲了 但是呢 我就告诉你 你看他伯克利他介绍的非常清楚 你按照他这个标准来 起码你不会在这个入学的资格上面 有遗憾 到五雷烘顶 是不是 没有资格 那就尴尬了 OK 这个是我重点讲的 也会回答大家讲的一些疑问 之前有些网友也问过一些问题 这就是selection 他怎么说 他说 因为伯克利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校区 所以满足上面这些基本要求 往往是没办法被选中的 所以为了告诉你这些基本的要求之外 我们在选择这些学生的时候呢 我们还有一个综合的评审 那综合的评审主要包括了以下方面 咱们看看有那些方面啊 第一你的VT的和unVT的GPA 下面写着 calculated using 10 and 11 grade UC approved course only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第一家长问什么叫VT的 unVT的 VT的就是这个加了一批课的 unVT的就是不加一批课的成绩啊 所以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啊 如果想被UCLA伯克利这种 20名左右的学校录取 你应该有个七八门的AP课程 才能把你的VT的GPA拉上来啊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一直在问的 哎我是不是九年级成绩差 我申请UC加大不受影响 之前我回答过这个问题 那现在这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这说了我们呢会十年级 十一年级的成绩来进行算这个成绩 那你就说啊那我九年级差也能考伯克利了 那我没考上伯克利那就是其他方面有问题了 哎等等不是啊 为什么呢跟下面有关系啊 下面还有一句啊下面我跳一下啊 要Python of grades over time 什么叫Python grades over time 你整个高中的你的学习成绩的一些变化 你是一直在高位平行的 4.0 4.0还是4.3 4.3 还是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啊 上升状态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还是波浪型这个一忽高忽低 还是下降型的是不是 那大家说更喜欢那种 当然喜欢那种一直在高位的 是吧 那么如果没有一直在高位 至少是上升的是吧 所以你九年级的成绩有用吗 当然有用 否则为什么UC伯克利 他为什么 他如果说是只看十年级 十一年级的成绩 为什么你要把九年级成绩 但要交上去呢 那不用交好不好 还省一些时间我来看呢 对不对 所以它还是有意义的 但是它算weated unweighted的GPA是十年级 十一年级好吧 那么还有的话呢 就是你的plandy的十二年级的成绩 大家知道申请是提前一年进行的 十二年级的课程看不到 十二年级的成绩看不到 但是十二年级的课才要看到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刚才我说了 他有刚才有一个A2G的课程要求 你十二年级的课程也在他的考核范围之内 你要满足 是第一 第二 看难度 十二年级的难度也很重要 所以并不像大家要告诉你的孩子 如果马上读十二年级了 说大学申请结束了 我十二年级不好学了 不行 你成绩差 人家有资格把录取给你取消掉 是吧 所以这也是很关键的 下边这个就更重要了 The number of college preparatory 这叫AP了 简单 IB 荣誉课和大学课 这什么意思 你在荣誉课 大学课 AP课 这些你上了多少 这个之前在咱们的大学申请表的 那个专题里 我特别讲过 它有这一项 叫你的academic achievements 还有一项叫 是你有没有在大学上过大学课 你看 这就反映在这个具体的网站上 它也提到了这一点 对吧 所以你的夏天怎么过 你如何把你自己的暑假分配好 都非常重要 再下面 Your level of achievements in those courses 不仅要数量 还要质量 这就是要质量 我要看你的这质量怎么样 再下面 Your score on AP 这也是质量 你的AP课成绩 你就又回答家长一个问题 我在学校上AP课了 我不去参加AP考试行不行 那你看UC博克力 他要看AP考试 或者说有些家长说 哎呀 我学校不开这课 我只在 我只在外边补习 我去参加那AP考试好不好 是吧 万博士以礼服人 之前我怎么讲的 我说最好的效果就是 AP课尽量在本校上 一定要上 然后这样的话 才能提高你的GPA 这个跟上边的这个 weighted unweighted的GPA 第一点 我刚才讲过了 然后的话 就是还有这个AP课的考试 这两点 所以有些家长说 我去外边培训机构补习 然后考试 是不是拿到同样的效果 我说不是 所以我不建议你去外面的补习机构 找个老师给你补习一下 然后去参加那AP考试 有效果呢 我不能说没效果 但是效果不好 你为什么 哪怕你学校高中没有课程 找其他有提供AP课程 有认证资质的 既能提交GPA 又能参加AP考试的 这叫一键双雕 所以万博士的理念一直都是这样 就干最少的事情 达到最好的效果 甚至干一件事 能体现出两个效果 是吧 所以万博士总是在这样的思维 为什么 因为道理很简单 孩子们时间都有限 你让他你说当个干某个事情都是有意义的 但是孩子有没有这么多时间 如何合理的分配 是吧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下面的话 当然他还讲ICT Subject Exams 这个很特殊 大家要知道ICT的单科考试 早在去年已经宣布是按需来进行审核了 那么但是博克力的网站上居然赫然列着ICT的Subject的考试 所以这个解释说明了他竞争的一个机制程度 ICT都不要了 那你还要这个ICT Subject 但是他下面说了 We no longer use standard exam ICT ACT in our review process Subject is optional But it can still be value added 你看说的很轻松 那么这个Subject考试 我们不强制 这跟其他学校思路一样 我们不强制 但是你如果考了 那会有价值加上去 就有价值加上去 所以这叫什么 不要看一些个花边新闻 不要人传人说谁说了 怎么着我就信他 信这儿 这叫知己知彼 这是真正的规矩 在这儿 好谢谢大家 是的 谢谢万博士 这个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这个干货 特别是这个告诉大家 怎么样去这个登录一些网站 了解到一些升学相关的这个信息 这个谢谢万博士 这么无私的 这个给我们网友的分享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还是直接来咨询万博士 也可以咨询文美集团 文美集团是美国非常著名的 华人教育的咨询辅导机构 他们在美国的洛杉矶 纽约还有芝加哥等等 有12个城市都设有服务中心 为华人提供教育的服务 他们的主要内容 也是有七八年级可以开始的 美国大学申请规划服务 SAT ACT的标划考试培训 从K到12年级的私校申请 还有课后补习 同样文美集团最富盛名的 就是他的导师制的服务模式 不同于其他机构辅导老师 变动频繁的现象 文美集团所有的导师 都是公司的合伙人级别 并且在文美工作了10年以上 拥有硕士或者是博士的学历 因此可以非常稳定 还有专业的为孩子们提供服务 相信这也是很多的家长 在给孩子寻找规划机构的时候 非常注重的一个方面 此外文美集团也是 美国总统义工奖的 官方认证机构 还有众多的美国前50名牌大学的 官方项目合作机构 欢迎大家扫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 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及时了解 最新最全的美国升学资讯 同时呢 你也可以在YouTube 直接搜索节目名称 美国升学直通车 来查看万博士往期的节目内容 当然如果你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 也可以在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 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微信号 文美集团的全拼音来添加 文美的咨询热线是 18888-789-0942 好的 谢谢万博士今天的分享 辛苦你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给我们留言 文美集团美国升学正通车 在每个周五的美西时间 周五一点 我们都会不见不散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